被认为可能是警戒的红仲秋暗的翻版 死者是这名新北市卢州警分局的一名原警 他叫蔡成红 在警局内举枪轻声 而警方的火速定调 说他是为情所困 主要是在遗书的最后一段的解行当中 他提到了一位女性好友 同时在自强前 他打了电话给他 两人谈了五十几分钟 因此警方就定调 说他是感情问题走上绝路 而这点家属无论如何无法接受 而这位女性朋友也接受了中心新闻的独家专访 他说他跟这位原警呢 是国小就认识的好朋友 不是男女朋友 原警跟他买过保险 最后接通电话呢 没有谈到工作的事 两人纯粹闲话家常 临别轻声蔡成红的遗书中 不忘提及这位女性朋友 他说谢谢你 是你使我改变 可惜还帮不到你 你大喜之日 我是没办法帮你祝贺了 但我的祝福不会少 我会保佑你 以及所有我爱的人永远 从自理行间 流露出对他的真性情 就平常朋友聊天的内容 对啊 反正就很正常 对 在最后一通电话的时候 我们讲过压力很大 然后就是 我们最后没有讲到工作 你们最后没有讲到工作 我们都是聊一些生活 家里的事情 都是 都是在聊天啊 对啊 蔡兴远景在走上不归路前 曾打了一通电话 给这位国小就认识的女同学 两人谈了五十几分钟 这位可比红粉知己的好朋友 也没想到 这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通电话 蔡兴女子本身是保险业务员 一年多前 蔡承宏主动和她联络 两人就一直经常通电话 成了要好的朋友 蔡承宏还跟她买了一张投资型保单 但女方说 两人从来就不是男女朋友 更没有牵扯到感情的成分 我们很好 我们是很好朋友 然后她妈妈 我跟她妈妈也许跟我认识啊 就是我认识他们全家人啊 都是我们 对啊 都是很好朋友 我们从小学认识都挺长 可是我们不最后都会出见朋友啊 我感觉会和她没关系 是有好感 只是 就是朋友这样子而已啊 因为我很确定的知道说 她不是她女朋友 尽管遗书中 蔡承宏提到了大喜之日 不过邦姓女子说 自己也没有论及婚嫁 遗书中的这段话根本还没发生 邦姓女子强调 蔡姓远景的死和她无关 更不是感情因素走上了绝路 等蔡家送走了儿子以后 她会亲自到排位前上香致意 希望这位好朋友能走得安心 中文新闻 欧崇文蔡双吉 SNG小组 台南报道